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那我们先用了一整季的时间 介绍了在文艺片里面最重要的小说家 当然也就是琼瑶 接着下来我们又介绍了另外一位 当时也很重要的言情小说家玄小佛 不过我们也都知道 这种以女性读者为主的言情小说 其实内容模式都还蛮固定的 不过租书店里面就是摆着一大堆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 因此除了挂名琼瑶跟玄小佛的小说 在改编为文艺片的时候会拿来当宣传用 甚至直接就用书名当电影的名字 那至于其他的文艺片 即使真的是用了原著小说改编 应该也不会在电影名字 或者是宣传上使用吧 会是这样说很有道理 如果言情小说的原著本身没有特色 或是作者没有高知名度 那片商在宣传电影时 就不会跟自己的钞票过不去 因此1970年代 大多数的国语文艺片 其实就跟诸书队里 大多数的言情小说一样 即使说了书名跟作者 读者看完以后 依然不会有印象 这种书名跟作者 也就不会用在电影宣传上 对当时的电影圈来说 取一个能够让观众喜欢 或是有印象的电影名字 比去强调这部电影是 什么小说改编 或是强调说编剧是谁 都更有宣传价值 当然了男女主角 也是电影宣传的重点 所以为了等有高知名度的明星 来当主角 片商里面花大钱等明星有空挡 甚至动用黑道去威胁利诱 所以当时的影剧新闻 跟社会新闻 很多人物都常常混在一起的 当时很多的文艺片的男明星 好像也经常出现在社会新闻里 我们知道这个武打片特别多 武打片的男明星 因为要强调在镜头前那种阳刚性 所以往往就直接找 有一点黑道背景的演员 这样不用演就很像了 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文艺片的男主角 不是应该就是文职彬彬 有点书生气息吗 如果文艺片的男主角 经常还出现在社会新闻里 那就很奇怪吧 是有点怪 不过我也要特别说明一点 因为文艺片的男主角 如果是跟黑道有瓜葛 证明他才是真正的演员 因为他在电影里 他可以演文职彬彬的书生 他也可以演黑道大哥 甚至演那个流氓无赖 我觉得那才叫演技 而且这种男演员 演艺生命还特别长 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 可以演文艺片 可是中年以后 他们又可以演这个社会写实片 刚好跟台湾电影的 那个流行趋势是同步的 所以他们无论演那个文艺片 或社会写实片 都能被观众接受 对也蛮有道理 不过管他这样说 听众也许还是不太明白了 能不能够举几个例子 来证明一下呢 好啦 我就针对这个台湾跟香港 各举一个1970年代 最红的男演员 从文艺片演到社会写实片 都让观众印象很深刻的例子 那台湾的部分 我就举柯俊雄为例 柯俊雄在走入这一行之前 当过工人 从临时演员一路打拼 到那个亚洲影展 最佳男主角 跟两界的金马奖以帝 那1970年代初起 他也演文艺片 可是到1980年代起 他到香港去发展 戏里戏外都一样 因为柯俊雄 就是不怒而微了 报上都说 柯俊雄跟周星驰演 江湖最终一个大佬的时候 柯俊雄就是扮演 那个周星驰的老爸 因为周星驰 事先没有把台词记 演出的时候出错 耽误了那个拍片进度 结果竟然被柯俊雄 当场骂哭了 你也可见得 那个柯俊雄的霸气 他在镜头外 也是很风光的 那当时有一个 武侠小说家古龙 跟柯俊雄一样 也都是带着那种 江湖人的豪气 喜欢喝酒 1980年 柯俊雄带着一帮小弟 在北投松营格旅馆 喝酒的时候 正好就遇到古龙 那柯俊雄的小弟 就去隔壁房间 请古龙来喝一杯 但是古龙因为疲惫 就不愿意应酬 就双方起了口角 古龙竟然被柯俊雄的小弟 刺成重伤 失血2000毫升 那急救的时候 疏血嘛 那那个血是从外面 血牛那里买来的 所以就染上了肝病 那虽然古龙救回一命 但是五年后 还是因为肝病 一年早逝 那所以柯俊雄一生 最受争议的事情 就是苏琪演出电影 林与玉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柯俊雄是金主 但他不是男主角 那电影本身 也不是情色片 结果柯俊雄却改了剧本 就是他自己亲身上阵 担任男主角 跟苏琪演了激情戏 那据说那场戏 对苏琪的伤害很深 柯俊雄是台湾文艺片 男明星里面 经常出现在 社会新闻版面上的人 那么请问 这个香港的文艺片 男明星 也有类似柯俊雄 这样的例子吗 当然也有 最有名的是邓光荣 这号称学生王子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 也都介绍过嘛 因为白景瑞拍摄 玄晓博改编的 那个小说改编的文艺片 白乌之恋的时候 那个导演白景瑞 不是嫌那个柯俊雄 不像大学生嘛 于是换了在台湾人 还不是很熟悉的 这个港星邓光荣 没想到一炮而红 那从此邓光荣跟珍珍 就成为台湾文艺片 第一代的一幕情侣嘛 那这个邓光荣 跟那个沈殿霞 交情很好 所以在沈殿霞的 那个丧礼上面 就邓光荣就当面就指责 这个沈殿霞的前夫郑少秋 说他薄情寡义了 因为郑少秋后来就是因为 因为就是跟那个沈殿霞离婚 又娶了年轻的 年轻的女明星嘛 那其实啊 这个郑少秋在演艺圈 那个辈分也不低哦 但是邓光荣还敢这样 当面指责郑少秋 那我们之前节目也介绍过嘛 就是珍珍跟谢贤离婚以后 不是跟刘家昌在一起 邓光荣也是公开出面 赤责珍嘛 那可见得你知道 他就然后他在演艺圈 还有在黑道 其实都有雄厚的背景 可惜这个柯俊雄跟邓光荣 这两位文艺片时代的男明星 现在都去世了 不过我们今天节目要探讨的 却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就是呢 在电影名字上 标示追求 这个关键字的电影主题曲 对啊 因为我们上次介绍 1970年代的文艺片里 就是有一种那个电影名字上 就要告诉观众 讲说恋爱是什么 这样的主题电影嘛 那这一集我们的主题就更明确了 这个要在电影名字上 就告诉观众讲说 恋爱就是要追求了 所以这个电影名字 跟主题曲上 都要有追求这个关键字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 由林黄坤作词 洛明道作曲 珍妮演唱电影 追求追求的主题曲 追求追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再等待 为我再徘徊 我要去追求 只要真心对待我 就是我的一块头脚 管大这部电影追求追求 是由张永祥编剧 陈耀琪导演 秦祥林跟林青霞主演 这样看来应该是原创的剧本 那么秦祥林跟林青霞 除了主演穷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之外 在其他文艺片里 也跟其他导演或编剧合作过 可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秦祥林跟林青霞这对一幕情侣 为什么会来接陈耀琪导演的戏呢 这个陈耀琪源起北平 1938年生于四川成都 1945年就随父母来到台湾 他从小就是每天都要看两到三部电影 你想想看在那个抗战时候 这个日军整天在轰炸的时候 他还要每天看两三场电影 那那个每次他写作文的时候 写到我的志愿石 他都讲说 他都按照大人的想法说 那他将来要当医生 可是他内心里想的就是 他只要能当个电影人 他说不管做什么 只要跟电影有关就行了 那陈耀琪在大学读的是 国际成功大学建筑系 那后来移民美国才进入到 芝加哥艺术学院就读 拿了那个艺术学院的学试之后 又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本校 拿到那个电影硕士 这个在1960年代的港台电影圈 这个这么显赫的学历背景 是很罕见的 那陈耀琪在加州大学求学的期间 就已经制作拍摄过后裔 年去年来 上山等纪录片 那最重要的是 1960年代末期 陈耀琪自美国返台回到台湾 拍摄了这种影像报道纪录片 刘碧架 那记录一个被国民党拉夫来台湾 那个流落异乡 中国老兵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简单讲 陈耀琪在拍摄文艺片之前 他就已经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 学院派纪录片导演了 那在港台电影圈的那个地位 不是其他导演能比的 所以秦祥林跟林秦祥 会很乐于跟陈耀琪合作 不过呢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管大 因为这一部追求追求 说是文艺片 但是戏剧手法跟风格上呢 似乎又比较接近喜剧 跟琼瑶电影的那种文艺片 是蛮不一样的 难道这个陈耀琪拍的文艺片 都比较偏向轻松励志吗 这样说没有错 陈耀琪1968年 进入台湾的那个商业电影圈 他一开始不是当导演 他是在理型导演的电影 《玉冠衣》里面是担任男主角 所以1970年代 陈耀琪在拍摄这个三朵花之后 才被这个电影圈跟媒体 定位成跟理型 白几位同一集的这种文艺片导演 那1972年 陈耀琪接拍了这个 遭到三位中影导演 都聚拍的电影 这个叫无价之宝 结果业界才发现 这个陈耀琪 原来他是拍喜剧的那个长才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喜剧片的导演 1973年 陈耀琪拍这个改色自 这个莫里埃的那个舞台剧电影 《东边情实西边语》 那1974年又拍摄这个 《乡下毕业生》 就是描述这个农村青年 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这种遭遇 因为非常具有那个戏剧感 虽然票房失利了 但是却赢得了香港永生电影公司 老板江日生 对他拍喜剧的信心 所以就跟他开始一步又一步的合作 树立了这个陈耀琪 是这个喜剧的这种风格 我们讲的这叫城市喜剧风格 1975年的时候 但那个陈耀琪又拍摄了这个 《爱情长跑》 那票房成为当年度第一 确立了外界对他这位学院派导演的 拍文艺片的信心 1976年拍摄这部这个《追求追求前》 陈耀琪就带着他的那个妻子跟女儿 回台湾定居 那追求追求还获得了那个 1977年第十四届金马奖 优等剧情片奖 这可以说是叫好又叫做 也是台湾文艺片里面 很少数以轻松立志为主軸的这种佳作 是 管大刚才一直说陈耀琪拍的是轻松立志的文艺片 跟琼耀氏的文艺片不同 那么请问这部《追求追求》的故事 是在说什么呢 这个就是男主角秦祥林 在剧中就是讲说是一个大学生 他苦苦想要追求这个笑花兰玉莉 可是在笑花的心目中就对这个贫寒出生的橄榄球员来追求他 认为说这根本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是这个琴侠林却不死心 就是为了给兰玉莉过生日 就去跟同学借了钱去买蛋糕 结果这个地址没写清楚 蛋糕却送到了那个要过生日 但是没有钱买蛋糕的林卿霞的家里 那林卿霞家四个姐妹都是靠妈妈一个人养大 那所以他为了贴补家用很年轻就开始出去工作了 那为他介绍工作的这个演员高明 这个他年龄其实跟那个林卿霞的爸爸差不多 但是因为他很家境很富裕 那林卿霞就觉得讲说 那个自己的婚姻可以帮助妈妈 那那个可是他回头想一想 又觉得讲说这个因为终究年轻少 你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向往爱情的那个理想 所以这个琴侠林跟林卿霞就是相识之后 这赶南丘队的重学们都很庆幸讲说 那个琴侠林有了比那个笑话更有气质的女朋友 大家都劝他应该要丢掉虚荣 可是这个琴侠林就是不死心 结果换来的是更大的羞怒 就无意间也伤害了林卿霞 那这个戏到后面就峰回路转了 原来自讲说 本来要跟那个林卿霞结婚的这个老板高明 找到了一个更喜欢的人 就是林卿霞的妈妈 那这使得那个琴侠林跟林卿霞这一对 就可以毫无障碍的自由往来 那最后的结局就是在球场上 在林卿霞的鼓励下 这个琴侠林就使出浑身解数 就是让球队这样反败为胜 那两人就因为误会而开始的练琴 最后却因为误会而继续茁壮 所以这部电影叫做追求追求 这片名曲得还不错啦 跟剧情还蛮能够扣合的 好的听众朋友 我们就再来听这一首 林卿坤作词 《洛明道作曲》 由珍妮演唱 电影《爱情长跑》的主题曲 《爱情长跑》 cerco人 阳妮演唱 爸爸文键 想前跑一步 闻的军琴赫 云队 在这爱的道路上 留下来绞音幕书 愛情的大陸上 有甜也有偶酷 只要有你在一起 我不會再愛不足 讓我倆 停下腳步 心上畫個書 讓我倆 為何跨破 你有偶酷 愛情的大陸上 有甜也有偶酷 只要有你在一起 我不會再愛不足 管大 剛才你說愛情長跑這齣戲是當年票房的賣座第一 讓港台演藝圈不敢小看陳耀琪這位當時還很罕見的學院派導演 不過陳耀琪把琼瑤電影裡面一直保有仙女形象的林青霞 在這齣戲裡面跟本來都是和珍珍合作的鄧光榮搭檔演出 一定也是讓當時的觀眾大開眼界吧 會是這樣說很正確 因為愛情長跑是陳耀琪在港台電影圈 證明她自己不是只會拍紀錄片 她也能拍文藝片的代表作 因為票房數字自己會說話 這種賣座冠軍比劉美的電影碩士還有用 1970年代三天愛情片橫掃台灣電影市場 在瓊瑤組合2020崛起之前 這個影壇的螢幕情侶就是最佳黃金檔 當然就是珍珍跟鄧光榮 我們在之前節目也介紹 因為珍珍跟鄧光榮兩個人 從玄小佛原著小說改編的那個電影《白屋之戀》開始 就首度搭檔 因為市場反應很熱烈 所以他們就一起又主演了 瓊瑤原著改編的那個電影《彩雲飛》 票房更上一層樓 其實這個時候不只是台灣片商 連東南亞電影公司的老闆也都搶著 要跟珍珍跟鄧光榮這對欣欣的一幕情侶簽約 那珍珍這個時候在港台兩地 甚至東南亞 她都是文藝片第一女主角的人選 她風頭還蓋過了跟她演對手棋的柯俊雄 或是鄧光榮 但是珍珍在身世如日中天的時候 就忽然宣佈嫁給謝賢 從此就慢慢變成票房毒藥 那林欣俠就在這個過程中 迅速的成為觀眾的心寵 就成為珍珍接班人的這樣的架式開始出現了 那《愛情長跑》是林欣俠 在取代珍珍的這個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代表作 因為鄧光榮改成跟林欣俠合作 也象徵了文藝片裡面 另一個二情二靈的時代要來臨了 對 不過陳耀琦把窮瑤電影裡面 一直保有仙女形象的林欣俠 在這首戲裡面 卻扮演一個長跑選手 而且還蠻男性化的 這麼大的改變觀眾能不能接受呢 請管大家不用從影評人的角度來分析 你直接用票房數字來告訴聽眾 大家就知道 當時的電影觀眾是不是接受了 林欣俠第一部電影窗外 就是第一女主角 而且是窮瑤自傳小說改編的電影 照理說她的心運是很順遂就是了 結果窗外拍好以後 在台灣卻遭到禁言 那沒有任何人可以在戲院裡面看到林欣俠的演出 你說這麼大的挫折 照理說應該要讓林欣俠對演藝圈的那個憧憬都幻滅了 不要卻因為這個禁言崩潑死的林欣俠成為這個新聞話題人物 吸引了更多的片商找上門 所以林欣俠第一年就演了快十部電影了 算得上是影壇的第一線紅心了 那這個時候的林欣俠雖然還沒有辦法取代珍珍的地位 可是珍珍跟謝賢的那個閃婚 讓珍珍在演藝圈這個人氣下滑 也是片商就鼓起勇氣 把林欣俠主演的電影 都擺在跟珍珍主演的那個同一檔期來對決了 這個兩個玉女都主演窮瑤小說改編的電影 各有各的美麗 那也都各自跟那個二秦 就是秦祥林跟秦翰搭檔 那但是你要說在電影中配對鄧光榮 依然還是這個珍珍的專利 因為鄧光榮的那個層次 當時還是比秦祥林跟秦翰高一點 所以雖然片商有嘗試想說 要讓鄧光榮跟林欣俠演對手戲 可是始終沒有機會了 一直到1975年 有一部暑假上檔的電影叫《偏偏情》 林欣俠跟鄧光榮才終於湊成一對 可是那個票房數字 還是落後於珍珍跟鄧光榮合演的彩雲飛 可是陳耀琦不信息 還是讓林欣俠跟鄧光榮合演的這部《愛情長跑》 大家也都佩服這個陳耀琦的勇氣 對 其實從我一個觀眾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鄧光榮還是跟珍珍比較搭 我覺得跟林欣俠就是有那麼一點同質性 有點高的感覺 對 這樣說來 《愛情長跑》一定是賣座很好 從此林欣俠才能夠成為文藝片的最新玉女紅心吧 《愛情長跑》是鄧光榮跟林欣俠合作的第二部文藝片 總之是陳耀琦最擅長的這種浪漫喜劇路線 之前林欣俠在那個文藝片裡都演那種 不死人兼野火柔弱的女孩 但在《愛情長跑》裡卻 演這個喜愛運動對談戀愛沒興趣 又有點男人味的這個女生 這個結尾的那個高潮戲就是鄧光榮 林欣俠 梁秋生 劉尚謙 陳樂成這幾位男女主角 都到了墾丁的海邊出外景 當時的那個文藝小生鄧光榮 因為他平時就很好動又情戀武術 一心想要脫了那個上衣露出自己練出來的這個六塊肌 要拍武打片或寫詩片 結果導演卻讓鄧光榮牽著那個林欣俠的手在海灘上 這樣子慢動作的跑步 那鄧光榮當時還很不以為然 但是《愛情長跑》在光復節這個檔期上映之後 卻大受觀眾歡迎 一般國片上映期大多是兩週 那《愛情長跑》演完了兩週以後 還沒有辦法下片 那片商還在那個最後幾天的那個報紙廣告上 宣傳說這是本年度國語影片賣座總冠軍 應該這樣講 那年代這個票房數字不是很準確 是否真的總冠軍也沒有辦法查證 但是《愛情長跑》在上映期間已經超過了兩星期 那熱賣是不用懷疑的 所以《愛情長跑》不僅造就了林欣俠 也讓文藝片的這個男女主角 要在沙灘上慢動作牽手跑步 變成經典動作了 那這個跑步的時候 在播放這個電影的主題曲或是插曲 這也成了文藝片的這個固定公式了 對不過這件事情也讓我們覺得一個人的心運 可能是註定的 會紅就會紅 好的 好的聽眾朋友我們就再來聽這一首由鄭國江作詞 中正濤作曲由溫娜武虎演唱的電影《追趕跑跳碰》的主題曲《追趕跑跳碰》 鉄曲 《阿拉伶》 《追趕跑跳跳碰》 假如你剛好萬事橫通 不要超慢地能成功 武器擊大衝鋒 一支吹敢跑跳碰 说了再改成不踏地风 不够用荣一流之中 拿出勇气往前踪 一只嘴敢跑跳棚 你要把脑筋开工 你要努力用功 怕天使人为难 保证你随眼盼上高风 跳如你一样往事很痛 不要套路并能沉重 拿出勇气往前踪 一只嘴敢跑跳棚 一只嘴饰 一只嘴饰 不要套路講 二只嘴饰 必要把腦筋開動 必要努力勇工 安靠天 安靠未斷 保證你 事業奔向腳步 小如你 讓我老實橫通 不要偷懶 你能成功 拿著勇氣往前衝 追趕跑跳崩 拿著勇氣往前衝 追趕跑跳崩 拿著勇氣往前衝 追趕跑跳崩 管大 追趕跑跳崩這部電影的男主角是温娜五虎 也就是後來的鐘正濤 阿B跟譚詠麟 阿倫嗎 沒錯 溫娜是香港1970年代誕生 延續到今天依然存在的華語樂壇著名樂隊 溫娜在英文就是勝利的樂語說法 但是這個樂團的前身叫做魯蛇樂團 就是英文裡面失敗的樂語用法 最早的成員裡面還有陳百強兄弟 後來溫娜樂團各成員獨立發展 那各行各業都獨當一面了 不過溫娜樂團從來都沒有解散過 他們大概每隔五年都還會合體開一次演唱會了 那這個追趕跑跳崩這部電影是溫娜五虎最紅的時候 陳耀琦導演因香港家和公司之邀 用香港的偶像樂團拍攝陳耀琦最擅長的這種輕鬆勵志文藝片 那這齣戲裡面五位溫娜樂團的男性成員都是男主角 當然戲份輕重還是有不同 阿B跟阿倫還是劇中比較重要的角色 一定的啊這兩個是主唱又是最帥的 那追趕跑跳碰又是陳耀琦導演的文藝片 他這蠻厲害的 那今天我們介紹這三部電影主題曲都是陳耀琦導演的 看來他的電影名字裡面也很喜歡用追這個關鍵字 是啊陳耀琦剛回台灣發展的時候 為了證明他拍的電影也能賣錢嘛 所以他就專門拍這種他擅長的輕鬆勵志文藝片 那票房成績也都一直很好 會知你說的沒有錯啊 這些文藝片的名字裡都有個追這個關鍵字 事實證明觀眾也都接受嘛 但是這種輕鬆勵志文藝片成功之後 陳耀琦在1977年他改編了華言的暢銷小說《弟弟日記》 也是創下票房佳績 而且還入圍了第15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 那之後他又拍了這個瓊瑶的電影《月朦朧鳥朧朧》 1978年陳耀琦在創這個國片史上的新紀錄 他是耗資200萬同步錄音拍攝這個無情荒地有情天 這是改編制女作家芸青的小說《世毒》 那當時陳耀琦確實真的就是叫好又叫做的電影導演 那可惜1980年的時候 陳耀琦接拍了政府的政策片叫做《圓》 那個來源的那個《圓》 那這種要宣傳就是台灣人都是來自中國的這種政治性電影 雖然當時台灣還是戒嚴時代 但是終究這個時候台灣跟中國已經從1949年開始已經分隔30年了 加上這個時候還沒有三通 台灣跟大陸其實是完全隔絕的狀態 你要拍這樣的政策片其實很難得到台灣本地觀眾的共鳴 那更不要說有海外市場了 所以原這部電影不管是票房或是影評都不盡理想 所以之後陳耀琦拍的電影就越來越少 慢慢就在市場上消失了 不過追趕跑跳碰還是相當成功的商業片 也是港劇《楚留香》在台灣老三台播出之前 最受台灣觀眾歡迎的粵語歌曲 那麼請問追趕跑跳碰的劇情究竟是在說什麼 在追趕跑跳碰之前 其實許冠文導演的天才與白痴 或是鬼馬雙星在台灣也都很受歡迎 許冠杰也唱的粵語主題曲跟插曲 在台灣也是很暢銷 不過因為那個應該這樣講 就是許冠杰唱的這種粵語歌 完全是使用粵語白話字 它這個跟那個《楚留香》《小李飛刀》那種 比較像文言文的歌詞是不一樣的 就是因為《楚留香》或《小李飛刀》這樣的歌詞 我們如果就是你聽聽不懂 但是你一看字你就看懂了 可是那個粵語白話字 你看一般人看也看不懂 所以台灣人只是很喜歡那個旋律 但實際上不知道那個歌詞到底在唱什麼就是了 那所以《追趕跑跳碰》它是怎麼做呢 它乾脆就分粵語版跟國語版各自發行 那後來很多粵語歌 像是那個《上海之夜》的《晚風》 或是《心不了情》 這些主題曲也都是粵語版跟國語版 就是各自發行 那這個《追趕跑跳碰》 其實就是描寫說五個喜歡音樂的年輕人 就是意外遇到了那個試唱的機會 但是他那個裡面的團員阿倫 因為那個就是換了急鎮入院 那這個樂團為了湊足人數 就臨時找了一個長相很像阿倫的年輕人上台表演 結果大受歡迎 原來這個年輕人是一個附加指定 因為逃婚而離家 在轉換身份的這個過程中 透過上台演唱 就對人生有全新的體悟 那這種輕鬆立志文藝片 才是陳耀琦導演擅長的了 他實在真的不適合去拍那個政策片的 不過他還是蠻有才華的 也謝謝管大帶給我們這麼多好聽的故事 讓大家藉著1970年代這些輕鬆立志 文藝片的主題曲 認識了戒嚴時代的台灣 今天的那些年我們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結束了 下個星期三同一時間我們再會囉 再會 這都會 這都會明白 那些年輕鬆立志文藝片的 可能小白